市長六千多郵到水利局長李夢彥北董 二十號上午實地探測 林地区正義 調水站 了解三明家的地水情形 我們從城出差不多十三個月 包括我們做什麼呢 包括志豐石以南 一直做到出海口 做到離人體口 差不多八公里外的體口 但是我們先做南華 先做南華 南華這邊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 這個也完成 包括任何志豐石 包括現在任何志豐石 那個交流道以北 差不多三公里一直到祭壇橋 這是要叫正規的去拓寬 拓寬 現在就開始做 在他未拓寬之前 有的地方我們先用應急提防 先給他加管 先給他淹出來 像這次有效果像張安 水利局長到六米市 我們應急提防是七米八 所以在我們的應急提防 就像米市 米五的管道 大家就不用那些煩惱 那不然那個應急提防 那個地面差不多六米里 就陰管了 或是倒管了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就有發揮效果 可以減少我們營水的這個次數 對著當天早上落大雨 人力大野區 集團橋水尾 大家六米市 超過金蓋水尾 六米三 並沒有淹水的進行發生 市府在水身後 一定明顯發揮 當地理長 都相當的惡惱 今天 會知道 我們水利局 這個六口店 我四點就叫我了 叫我說 這部分水尾 集團橋 這裡是六點三 我們過去是六點一 就已經我們的社群都 看到了 這道的算是六點三 也還沒有 我去看 差不多水高有差不多兩元水 到四點二元 我們副長叫我 叫我的時候 他說要六點四 我出來看是 撤空 差不多半個 所以那個效果 我們這道算 有很明顯的感覺到 當然這也感謝我們市長 很對著這個水盤 很努力 要去爭取 我們過期來說 感受不到 過期來說 我們就開始在喝水 開始做這些散貨工作 今天這篇的第一位課 這個第一位課 真的是過關 這個分數可以趴90分 沒有 沒有錯 我說應該不會過分 可以趴90分 所以來說 我們其他 市長 既然讓我們有信心 我們這裡的議員 跟我們這裡的市區團隊 幾十年來 不能解決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真的有希望 對現狗 真的有希望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今天 還有一個人 我們看著未來 別人 我們不知道 我們來感受 人家很心 過期 就讓我們趕快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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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年來光在三爺西就投下了二十三億多元 不然中央有編列經費 那地方也出了八億多八九億多 我們把支流都一併做成 那我要特別強大就是說 不管是看得見的硬底 它是建設 其實水利也是一種建設 那什麼什麼應該要優先 要看那個城市的條件 像以台南來講的話還在淹水路不平 那我們當然要先把這個先處理 那後續四年我們還有五大文化園區 六大指標性建設 七大景觀改造 側街也是建設 那我們要強調一個觀念就是 安居樂業 所謂安居樂業一定要先安全 市民的生命安全要先顧慮好 要先照顧好 讓他們有辦法居住在這個城市 那才有可能樂業經濟發展等等 所以我們過去四五年來 我們就是這個 把這樣的一個精神 在推動我們的建設 那另外呢 我們也除了這個水利建設以外 我們也發展了這個科技 資訊科技 就是水晴APP 那你在家裡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任何一個地點 有設這個地點 就知道說它的淹水的情況如何 水晴器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說淹水的情況如何 那這樣的話呢 也可以讓我們及早因應做準備 那我們希望市民都可以來下載 23億多元 其實已經可以蓋一個小巨蛋了 可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即便蓋一個小巨蛋 那這個地方也不會因此而繁人 因為小巨蛋可能跟多數的市民 其實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把小巨蛋的經費 23億多元優先在三月溪整治 那三月溪沒有淹水啦 地方就會繁榮啦 等繁榮之後呢 我們下個階段 未來就要蓋小巨蛋 應該要分優先順序 否則的話你把錢 優先放在蓋小巨蛋的地方 即使蓋成 這個地方也不會繁榮發展 市民的生命財產也不會得到保障 我想這個是安居樂業 先安居才可能樂業 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在這